这是一部堪比爽文的悬疑电影 女主终于不再是傻白甜人舍 虽然长得白白净净 但是别以为她就好欺负了 否则 女主小美是个聋哑人 在公司负责聋哑人客服售后服 可她从来不把顾客当作上帝 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时 她可不会笑脸相迎 甚至在顾客出言不逊的时候 她也会急于反击 然后潇洒地挂掉电话 跟着领导去应酬 面对客户的指手画脚 她也是先吃饱肚子 随后袖子一撸 开始反击 他们欺负她听不到 正好她就欺负他们看不懂 并露出一副不屑拽上天的表情 随后开车接妈妈下班 将妈妈放在路边后 自己去了停车场停车 在路过一个巷子时 里面扔出来一只高跟鞋 就在小美打探的时候 里面扔出来另一只鞋子 小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就在她打探里面的情况的时候 一个少女扑了出来 把她吓了一跳 少女眼含热泪 向她求助 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把她按倒在地上 就在男人即将要行凶的时候 少女一下子扑倒了她 小美也趁机逃了出来 不料发现妈妈在路口等她 为了母亲的安全 小美只能沿着反方向跑去 这时男人追了出来 两个人开启了赛跑模式 小美率先跑进停车场 好不容易上了车后 却不曾想男人已经在后座上了 男人威胁着小美 要她把车开出去 小美却猛踩油门 随后一踩刹车 后座的男人随着惯性摔到了前面 小美趁机开门下车 随后又开始了一段追逐 在跑出街道后 眼瞅着男人快要抓住了小美 她一个拐弯甩开了男人几个身位 男人调整身子继续追 不料被高跟鞋半倒在地 小美趁机跑向报警系统 一巴掌便拍了过去 原来 在韩国只要按下按钮 就会响起警铃声 探照灯 监控就会第一时间照在开关处 小美把母亲拉到监控底下 男人见状只能先撤回车上 她将少女抓回车上后 转后换上了西装拿起了公文包 来到母女面前 之前行凶时她一直戴着口罩帽子 这会儿人处无害的模样 显然不会让人怀疑 她谎称寻找失恋的妹妹 小美误以为她是少女的哥哥 便要带她去那里的巷子 而男人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离开监控区 司机再次行凶 却不曾想警察这时候赶到了 这个女人正要脱衣服睡觉 墙上的灯却突然亮了起来 原来这是声控灯 小美是个聋哑人 发现只是个闹钟的时候 便顺手关掉了 随后回到房间挽起了手机 却没有发现出现在背后的男人 男人来到客厅拿起大斧头 小美却被桌上的玩具给吸引了 如此吵闹的玩具 声控灯竟然没有反应 这让小美意识到不对劲了 正当男人准备行凶的时候 小美及时地躲了过去 随后跑到房间里 拿桌子顶住房门 原来这是一个杀人犯 这个男人有多嚣张 公然在警局里持刀伤人 虽然战斗力只有五分 但是嘲讽人的能力有十分 面对受害者的哥哥大壮 竟然模仿受害者说话的模样 在被打倒在地后 面对架在脖子上的刀 还能继续开口威胁 可是当警察一回来后 立马化身遍脸大叔 装出一副十分惊恐的模样 在警察的眼里 反倒成了是大壮持刀伤人了 不明是非的警察制服大壮后 不仅追出来关系杀人犯的伤势 还毕恭毕敬地给他点上了滑子 甚至离开时还鞠躬致血 等小美母女回到警局解释清楚后 这才意识到他们放走了杀人犯 男人走后并不着急离开 原来在警局时 已经看到了小美家的地址 便通过导航找了地方 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给大壮发去了求救短信 突然想起来外出的妈妈 给妈妈发去了警告的短信 妈妈那头却说自己已经回来 小美拼命地想要挪开桌子出去 却意识到了不对劲 原来是短信有问题 自己的妈妈 绝不会把一句话拆分成好几句来发送 小美冷静下来 男人却趁着挪开的缝隙 伸手进来要抓她 却被小美挣脱后关上了门 果然 是男人拿遗留在客厅的手机 伪装成妈妈给她发信息 这时候突然没了动静 桌上的声控感应器也不亮了 小美小心翼翼地朝门边靠近 男人却在这个时候 拿斧头破开了门 小美见驾驶不对 准备跳窗逃跑 却被男人抓住了头发 一番撕扯后 小美正脱了束缚 站起身来转头就跑 男人也追了出来 这时候姗姗来迟的大壮 也赶到了正面战场 开始了三方追逐 不一会儿 小美便跑进了一个死胡同里 她拿起身边的椅子开始自卫 这时候大壮也追了上来 抄起自行车准备打向男人的时候 男人却把刀子刺向了自己 随后开出了一个 让大壮无法拒绝的条件 究竟是什么条件 能让大壮放弃小美直接离开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女友跟妈妈落水 你要救哪一个 这种世纪难题 今天轮到大壮做出抉择了 只不过问题比这个要残忍很多 大壮追逐伤害妹妹的男人 正打算动手教训她的时候 男人抛给她两个选择 就眼前的小美 还是另一出名悬一线的妹妹 只要大壮肯离开 她就把妹妹的地址发给她 而小美就得留在这里 男人似乎很享受考验人性的过程 不断地逼迫大壮做出选择 最终亲情战胜了良知 大壮向小美道了歉 转头离开去找妹妹 这下小美就成了瓮中之憋了 失去帮手的小美很快就落入下风 这时小美注意到了旁边的沙子 趁着男人不注意 一把羊在她脸上 随后趁机跑走 在逃跑的路上 遇到了大壮的妹妹 少女不断地向她求救着 小美不计前嫌 带着少女躲了起来 男人随后赶到了这里 她将电话留给了少女 自己只身引开男人 随后再让她求助大壮 面对小美的挑衅 男人显得怒不可遏 随即追了上来 小美撒腿就跑 最终跑到了马路上 面对下班高峰期的车流 还有后面虎视眈眈的男人 她毅然决然横穿马路 男人此时也跟了上来 随后小美跑到了步行街 面对人潮涌动的她 此时多少显得孤立无援了 她看到男人跟了上来 无奈只好拿起刀子自慰 她不断地继续求救着 可是这副模样早已吓坏了众人 先注意一下这两个蠢队友 随后还有人 不断地劝小美放下武器 眼见有路人要报警 男人一把抢过了手机 又开始了演技爆棚 她假装是小美的哥哥 为了妹妹的安慰不让她报警 小美随后撒腿就跑 男人却在此时跟丢了 这时前面提到的蠢队友 竟将小美抓了回来 放在男人跟前 还美滋滋以为自己做了好事 小美不断地向男人求饶 这反而激发起了男人的兽性 男人把小美带到了角落 正准备解决了小美的时候 大壮赶了过来 开始跟男人扭打在一起 很显然男人不是她的对手 却在交团中听到了 小美母亲也在这里 男人立刻决定转移目标 还是让她遇到了母亲 正准备把她骗去角落的时候 小美赶了过来 拿着刀与男人对峙 男人嘲笑她不敢用刀 小美却捅伤了自己 把刀留给了男人 这下男人百口莫辩 真不是她干的的时候 反而没有人愿意相信了 男人变得疯狂了起来 小美这时候开始嘲讽起了男人 男人疯了一样冲向小美 也被警察击毙在路上了 故事的最后 小美母子如愿地去了几州岛旅行 同行的还有大壮兄妹二人 影片到此结束了 本部影片将视角聚焦到龙哑人身上 不仅给观众近距离的感受 龙哑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同时这一部分群体在面对危险时 自保能力更是弱于正常人 加上摆脱傻白甜的人设 拿到爽文剧本的女主 使影片更加有张力 也希望大家能够像小美一样 热爱生活 帮助身边需要有帮助的人 喜欢的点点关注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